2022年年底开始 陆续有糖尿病患的药物 面临缺货被迫换药的情形 甚至被爆 这是有人刻意 为医美减重囤破所致 然而实际上 网单规定能使用于减重的瘦瘦笔 小兰笔产品 与糖尿病患者能使用的产品 并非同一种 而这类的药品 也都需要医师开立处方 才能够取得 既然如此 究竟未恒会发生患者被迫换药的事 大家好 我是达特亚美学吴敏俊医师 网络上有人说 减重瘦瘦笔 和糖尿病病患使用的药物是一样的吗? 当然是不一样的 符合仿单试音症的减肥笔 瘦瘦笔 只有善先达 当然在国外 FDA有批准另外一个药物 可以当减重使用 不过在台湾并未上市 在台湾其他的长秘术药品 包括益州糖 仪陀蘸 这些的仿单试音症 都是第二型糖尿病的治疗 并非所有的小兰笔 都符合仿单试音症使用与减重 就我所知 缺药是全球性的问题 例如全球疫情或是乌尔战争 导致 风膨原物料成本上涨 防运塞港 造成产品延迟 并非单纯因为 减重风强而导致缺药 当然缺药会造成糖尿病病患 需要面临换药的情形 换药要达到药品稳定 需要数周的时间 那血糖控制不稳 造成血糖突然急剧上升 冰发 糖尿病糖酸血症 或者是高渗透压 高血糖症 这些都有可能会导致 意识不清 耳心呕吐 脱水 休克 严重甚至会导致死亡 糖尿病病患 面临患药的窘境时 必须密切的配合门诊的医师 随忠宿周 以维持血糖的稳定 减重患者使用瘦瘦笔必须符合仿单式印证 例如 BMI大于30或是合并有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这些情形 所以使用减重笔都只是辅助 如果使用后不忌口 没有养成好的生活习惯 还是容易腹胖 不是医劳永逸 减重建议还是咨询专业的减重门诊 有医师经过评估 选择适合的减重方式 奠定阶段性的减重目标 不是一味的加重剂量 这样反而导致身体不堪负荷 尽管都叫小兰笔 并不是所有都符合仿单试音症 有一些是试音症外使用 并不建议使用于非糖尿病病患身上 网路上很多开团 或是不明投入贩售、售售笔 这些是违反医师法跟药师法 尽管小兰笔、兽兽笔 在建议剂量内使用相对安全 不过毕竟会影响体内的荷尔蒙浓度 还是不可以随意使用 免得劳财伤身 我们家这手肥胖肌 我哥哥跟我差不多高到100 所以其实你不要说几 反正那就是习惯 我就是会 我吃一吃 我就是会去 我就是会运动 要把他耗掉啊 喜欢我们影片 请按喜欢、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